台北市府转运站在今天上午正式启用了 一共有14家客运19条路线进驻 尖锋时段一小时将多达130班次 而因为市府前的道路 本来交通流量就非常的大 再加上了世贸展览的开幕 所以交通方面的冲击 塞车是事前就最受到质疑的 那么今天蓝绿市议员也都到场来关心 结果呢有议员助理说 他拍到了市长还没有到场之前 明明现场就是大塞车的 为什么市长到了之后 交通就畅行无阻呢 还有议员也说 他发现逃生门居然锁住了 还有机房门却是门户洞开 而对于这点 市府下午也承认有疏失 立刻改善 台北市府第二座客运转运站 5号上午风光启用 好市长抵达现场 周边交通一路顺畅 但是半个小时前 同样的路段 松高路右转基隆路的车辆 却是塞得不得了 市长到场前后两相对照 还真是差很大 那我觉得市长应该好好 证实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 只是说我今天开幕式 然后我们来做做秀 然后今天他没事没事 好像粉饰太平 好像一切都平安无事 我们交通局跟交通大队都讲 绝对在一个礼拜之内 这个状况会明显的改善 不要让台北市民觉得 非常非常的担心 尤其如果他们是要上班 要经过那边的时候 大家还要提早出门 因为我们没有转运站 那边也是同样的这种问题 照好市府的说法 大塞车似乎不是转运站造成的 但是为了市府转运站 撤掉了周边60%的公车站 却是事实 结果呢 造成了中校东路 往台北火车站的方向 还有右转内湖的车辆 大回堵 不止塞车的问题令人堪虑 蓝营市议员还发现 转运站起用第一天 该开的门没开 不该开的门却门户洞开 这个紧急出口到底是 应该要打开 还是应该不要打开 那个应该要打开 要可以开的 对啊 打不开啊 这个好像我觉得也跟逻辑不通 你机房一般是不准外人进入 怕出事 为什么把它打开 然后吹电风扇 这部分我想我们尽快去了解 市府转运站上路第一天 问题一大堆 后却麻烦 好市府可得好好想办法解决解决 明天新闻长长 黄信如台北报道